云梯车各式消防车全出动 清晨五点台北罗斯福禄 这栋公寓名宅四楼 串出夺命恶火 六十多岁的儿子命扫博海 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命为 送医抢救 我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 那然后我就觉得 什么警报声音是在我这边断交 那我就爬起来看 从睡梦中惊醒逃生 邻居想起担架上的老妇人 原来是平时相依为命的高龄母子 六十七岁的孙姓儿子脑部开刀 长期卧病在床行动不便 生活起居全交由九十多岁的老妈妈打点 活进来的突然 邻居推算因死者的情况 想逃恐怕也是逃不了 那个儿子是老妈 是有开过刀以前还可以走 现在开过刀 现在不但不能走 他骗了妈妈在照顾他 消防人员扑灭火势 冲入名宅清查火场发现 九十多岁的张姓老母亲倒在厕所 失去生命吉祥 宋益抢救 随后又在房间的床铺上 找到一具胶尸 研判正是六十七岁的孙姓儿子 握病在床的儿子躺在床上 活活遭大火烧死 这把清晨恶火无情夺走人命 妈妈也在医院焊死神拔河 母亲节这天烈火吞噬 也让一家人天伦梦碎 记者 尼士庚 刘世伟 梅凯婷 台北采访报道